《记忆荣 2016 当我很多印诱院》 当我从年轻的时候 很注意印诱的时候 我发现基督教圣诱 有一种尊贵 高尚 特别圣洁 很尊严的气氛在里面 是跟普通的印诱完全不能相比的 而基督教圣诱里面 还有一种叫做圣诞歌曲 是充满获药 获利 充满人可以喜乐 很正洁的神情在里面 不但如此 每一次圣诞节播出来的时候 你都有个莫名的欢呼 加上一个非常乐观的前途 的那种影响力震撼我们的心灵 无论是在纽约的第五节 无论在香港的中环 无论在新加坡的Altra Road 无论是在台北 圣诞诗歌在街头 在大百货公司一播出来的时候 都给了一个莫名的欢乐 给了非常快乐 非常有盼望的一种心情在里面 这些圣语里面真是很伟大 我曾经有一次用三天的时间 试试看作曲 而且我定下一个意念 要做一首圣诞歌曲 我是从十五岁就开始做曲的 在十六岁那一年 我一年里面写了一百多首歌曲 当然现在一大堆我都丢掉了 我认为不应当把不太好的东西 留在世界上勉强烈去唱 让人永远讨厌你 我应当好好把不好的都丢掉 留下一些好的东西 可以造就人 可以让人可以欣赏伟大的英雄 所以我做了几百首圣诗 我留在世界上不到三十首 就是因为自己对自己的筛选 对自己严格的要求 所决定产生出来的这种行动 但我发现圣诞诗中间有一首很特别 就是救主降临 普世欢迎他降临 这首诗歌跟所有的圣诞诗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不但是他的诱调非常非常的活跃 非常非常的轻快 非常的美丽 而且他整个架构的本身就很独特 他是从最高的都降到最低的都 几个音阶 刚好一个音阶 这个音阶从最高到最低 到底要讲什么呢 讲耶稣从天上到地上来 你看就这样简单的信息 这样很简单的表达 就把天地之间的连在一起 中国文化最伟大的一句话 就是天人合一 真的合一了吗 从孔子的思想 到现在的知识 中国文化真的产生了天人合一吗 真的产生了 人与人之间可以交融 可以真正合二为一的事情吗 只不过是一个空想 是一个伟大的不得了的梦想 从孔子到陈子到朱西 到孙中山到蒋介石到今天 我们看见真正天人合一吗 当孙中山先生很注意怎样 在人与神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不久 在我们辛亥革命十年以后 马上你发现毛泽东建立共产党 而共产党 毛泽东所讲的话 不是天人合一 是人定正天 每一次毛泽东讲人定正天 灾难就来到 再讲一次 人定正天 灾难再来到 这样在他讲这些话以后 中国的天灾人祸 不断地临到 这是人抵挡上帝 结果不能不逃脱的一个命运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Handler所写的 普世欢腾 救主下降 这首诗歌里面 我看见真正是 把天跟人合一的理想 用一个很简单的音乐的调 把它表住 你听到了吗 上到下 下到上 因为天来到人这里 人才能回到天那里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么甘心 终于降下来 我们才一个一个上去 我们能上去 因为他先下来 好不好啊 你看 这么简单的一首歌 这么伟大的神就 这么伟大的神人观之意 把它表达出来的